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欢迎大家收看心灵加油站 我是陈全华 今天的题目是冲突 建设性的冲突 冲突有很多种我们都很怕冲突 特别中国人很喜欢和平和平 但是冲突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建设性的冲突 constructive conflict 一种是破坏性的冲突 destructive conflict 刚才讲破坏性的冲突 破坏性的冲突有个特质 它是对人不对事 一有意见不合 它会大爆炸 攻击对方 它令到场面很难堪 这种处理冲突的方法是非常差的 亦都令到本身有关系继续恶化 但是如果是建设性的冲突 这个就很重要 即是说当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如何去处理呢 如果我们只是怕破坏和平 破坏和谐 所以摆在心里都不去说 这个和平是一个假象 因为人会把这个摆内心冰封三尺 可能一法不可收手 一个建设性的冲突 告诉我们 当我们有信任坦诚去表达 听别人才说什么 这个才可以建立一个群体最重要的元素之一 这个正正是一个著名的写书家 亦都是美国著名的畅销书籍 那个作家叫Patrick Launce Loney 他有一本书叫 《Five Disfunctions of a Team》 他说到如果冲突不带来一个 constructive contract 这个信任这个群体是很难维持的 这个正正我们都是学习的过程里面 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路 当我们有意见不同 我们快点听别人的意见 慢慢地表达自己 不要气冲冲 不要强行要人接受我们自己的意见 开放的态度 出来分享 这个就是最后 有一个作者叫Dr. McNeil 有一本书叫A Work of Heart 他这么说什么是冲突呢 他说冲突 is not to impair life but to enrich life 他说冲突对信徒来说 不是损害你的生命 更加叫你生命丰富 塗造你的品格 叫你有耐性 叫你品格越趋的成熟 在过程里面 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去面对 我们只会令到我们信任 那个真正的群体 更加可以建立更深的关系 并且互相遗书 互相接纳 互相体能 互相医治 我祝福大家每一次冲突 记住我们向Constructive Contract 这个方向来走